每往第三轮 维基奇七 五 六比斯基拜斯特恩斯晋级16强 郑庆文六 二 六道一横扫复仇尼迈尔 连续两年闯入每往16强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进入大满贯第二周 郑庆文全场比赛状态依旧在线 上一场连续有20个A子 这一场也不遑多让 发球的状态依旧猛烈 不得不说在奥运会夺冠后对女王文的影响太大 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自信 当一个运动员坚信自己不会失败时那种力量是相当恐怖的 每往官方更是预热的第四轮郑庆文VS维基奇 因为在巴黎奥运会女王决赛就是郑庆文VS维基奇 当时郑庆文12-0横扫维基奇夺冠 郑庆文成为中国网谈历史首位拿下冠军的选手 历史首人记录让他的自信心有了巨大的飞跃 郑庆文在战奥运决赛对手也登上热搜 每往预热的郑斯维热度很高 这是奥运后的二番战 两位顶级选手的碰撞令全世界的球迷都期待无比 而且对于女王文来说维基奇也是阻碍她每往冲击冠军的巨大挑战 女王文在赛后的采访终显得很平静 对于我来说这只是另一场比赛 无论我打谁都无所谓 我在奥运会上是拼尽全力 在梅王我也会尽我所能 奥运会很重要同样梅王也很重要 赢得大满贯冠军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 如今心态可能不同 和奥网决赛是相比 全世界更多人在关注我 以前我上街都没什么人认识我 现在我上街必须戴帽子 不然小朋友们可能找我签名签到深夜 我无法拒绝小朋友的期待 在梅王第三轮中 郑清文迎战德国名将尼迈尔 两年前郑清文在晋级16强的比赛中输给尼迈尔 经过两年时间卧薪尝胆 郑清文强势以6、2、6比1击败尼迈尔 完成复仇 并且连续第二年杀入梅王16强 22年梅王 郑清文那年只有19岁 在那届梅王中郑清文连胜奥斯塔彭科和波塔波瓦 人生中首次打进梅王第三轮 他的对手是德国名将尼迈尔 那场比赛首局 两人因上一场比赛超时导致状态得多低迷 郑清文在快节奏攻防下连续出现反派失误 尼迈尔以6比4赢得首盘胜利 在那场比赛第二局中 郑清文一上来就遭遇破发 双方战成4比40 郑清文两个双五连送过发点 最后凭借发球完成爆发 双方各自爆发最后进入到抢7 最后郑清文5比7高付丢掉第二局 今年每往中 郑清文连续两场逆转对手进入32强 在第三轮中遭遇两年前淘汰自己的德国选手尼迈尔 要想晋级16强 此战是郑清文的晋级之战 也是对两年前输给对方的复仇之战 31日凌晨时分每往第三轮展开击列击战 赤威恩文迎来自己的第三轮对手德国名将尼迈尔 经过两年多的陈服和技术打磨合前两轮逆转取胜时期高涨 这场比赛明显可以看出赤威恩文很有自信 在比赛第一局中双方战场2比1 是郑清文成功在自己的发球局化解破发并爆发成功 之后比赛中又连续破发尼迈尔发球局 最后6比2赢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开始郑清文就破发尼迈尔发球局 随后比赛中郑清文又接连完成对对手两次破发 以6比1轻松赢下了第二局比赛胜利 纵观全场比赛可以看出郑清文比前两轮进入状态快 在发球和底线相持上经过两年时间技术提升都明显优于对手 而且这场比赛尤其对关键分的处理上发挥出色 并同时对对手的破发成功率高达对手 这些都是郑清文今天能够成功复仇对手的关键 网友炸锅 有网友说打了三局就断定亏能2比0拿下 有网友称发球发对方软肋 灵活多变的战术 关键分的把握能力越来越强了 有网友想看郑思维能够成功上演 并憧憬四强赛了 还有网友调侃说 能否换套衣服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郑清文能够成功复仇 自己的技战术层面明显优于对手 团队赛前对对手分析准备充分 其次憧憬下面比赛是好事 但不可松懈 接下来对手肯定一个比一个强 只有一场一场去拼 把每一场比赛当成最后一场比赛打 相信赤维恩温 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每网公开赛也是传来捷报 在第三轮比赛中 郑清文2比0横扫尼迈尔 强势闯入每网16强 在2023年 郑清文就进入8强 但最终倒在了4强门外 2024更加成熟的郑清文 带着一网无前的决心回来了 只要再赢一场 即可以凭了去年的记录 而下一轮比赛大概率会面对 克罗地亚的名将维基棋 此次郑清文战胜尼迈尔 也是郑清文苦等了的两年 才等来的比赛 两年前 每网比赛中 中尼迈尔击败郑清文 郑清文倒在了16强门外 这一次终于在赛场上将其击败 着实是出了一口恶气 现阶段郑清文的影响力 郑清文在获得巴黎奥运会网球赛 是获得金牌之后 也是火爆全网 收到国人的喜爱 而每网的主办方 在对郑清文的安排上 也是尽量安排最大的球场 亦是害怕观众做不下 其次郑清文现在正处于全球聚焦之处 支持郑清文的就不说了 而那些西方曾经一度质疑郑清文实力不行的 也在默默注视着这场比赛 想看我们中国小将出丑 逆转女王陈卓冷静 郑清文在前两轮晋级都是先输一盘 然后逆转两盘的方式战胜阿尼西莫娃和大安德烈耶瓦 因此 在心态上更加沉着 冷静 从第三轮比赛中不难发现在郑清文取得领先之后 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尤其是在平分之后 更是拼尽全力 想要拿下小局的胜利 如此看来 郑清文是越来越会打得顺风局和逆风局了 这是一件好事 在后面对阵维基奇 萨巴伦卡 斯瓦泰克等实力强劲的对手时 最起码不会像今天的尼迈尔一样 心态爆炸 一度出现发球失误 丢掉比分的局面 目前郑清文的短板 郑清文虽能说是七号种子 但是在面对世界排名50靠后的选手时 比赛都打得很胶着 不难发现现在的世界排名仅仅只是一个排名 在真正赛场上赢想输赢的 除了实力还有心态 状态 环境等系列因素 第四轮战胜维基奇不是什么难事 因为在奥运会中郑清文就12比0战胜了维基奇 而萨巴伦卡这名选手 必须要重视起来 从郑清文和萨巴伦卡以往交手记录来看 郑清文还没有战胜过萨巴伦卡 而萨巴伦卡的打法有点像阿尼西莫娃 但是比阿尼西莫娃更加的强大 有点克制郑清文 回顾前三场比赛 郑清文的短板很明显 难以适应当前的环境 比赛手盘进入状态较慢 这样慢热的状态 在前几轮可能无伤大雅 但是在后几轮若还存在这样的问题 也将会大大影响郑清文此次大满贯的最终走向 相信球迷也为郑清文提着一股气 若无法有效 快速地解决这个因素 冠军只能与郑清文失之交臂 郑清文对于慢热的问题也是在采访中说到 现在不想考虑太多 只想打好每一场比赛 一场一场地去拼 一场一场地去赢 说的也是 最起码现在郑清文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去调整 郑清文已经收获32.5万美元 人民币约376万 真适应了网友和球迷说的那句话 打得好的网球选手不存在经济上的问题 每网比赛的总奖金也是升至7500万美元 冠军更是能获得360万美元 亚军都能获得180万美元 首轮出局的都能获得10万美元 如此高额的奖金可想而知 选手们的含金量多么的足 黑马又有多少尚未可知 据小编所知目前也有好几位大满贯冠军已经遗憾离场 郑清文作为国人心目中的骄傲 在奥运会中一举夺冠 成为中国网球第一人 也成为了网友和球迷心中的榜样 他现在的努力奋战不仅仅代表个人的荣誉 更是代表着国家 奥运表彰大会 郑清文不远万里也要飞回来参加大会 更是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他心中也是很清楚众人的期待 而现在的我们只需要在心中为郑清文摇旗呐喊 加油助威即可 不要将过多的压力放在这名中国小将身上 赢了我们一起狂 输了我们一起扛 加油郑清文 期待你后续精彩的表现 网友们的调侃与互动 则为这场胜利增添了更多的色彩与温度 他们用最朴素的语言 表达了对郑清文的喜爱与敬佩 他们用幽默与智慧 为这场比赛增添了无数笑点与亮点 这些调侃与互动 不仅展现了网友们对网球运动的热爱与关注 也体现了他们对郑清文个人魅力的认可与欣赏 这些声音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激励着郑清文不断前行 永攀高峰 在评价郑清文时 人们往往会被他那稳定如老狗的心态所折服 在竞争激烈的网球赛场上 心态的稳定往往比技术的精湛更为重要 郑清文正是凭借这种稳定的心态 在关键时刻能够保持冷静 专注 从而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与决策 这种心态的养成 向运动的深刻理解与热爱 正是这种热爱与执着 让他能够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 不断突破自我 创造佳绩